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防盗板不是百分之百可以防得住的 即便你的防盗板措施做得再厉害 人家也可以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 录屏的方式获取到 第二视频防盗板是有成本的 作者要为防盗板技术付出成本 这个成本主要是金钱和时间 付费学员也要为防盗板技术或多或少的付出成本 学员的成本可能是不方便 可能成为正版受害者 第三 课程被盗板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你的课程是有价值的 因为制作盗板的人也需要付出成本 比如金钱成本 时间成本 甚至风险 第四 防止盗板 除了技术手段之外还有其他手段 我说两个仅供参考 比如经常更新课程 还有就是降低课程价格 让学习正版课程的门槛降低 举个例子 你的潜在用户在面临是选择购买正版还是选择购买盗版的时候 他自己会做评估 哪种方式更合算 如果他正好需要用到这些知识 正版课程花费的钱不是很多 他如果购买了正版课程可以第一时间获得课程的更新以及老实的回复 估计会有很多潜在用户购买正版 以上这些观点 我也是从一家LMS插件的官网上看到的 我觉得挺有道理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呢这个网站 我并没有做太多的防盗板工作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 下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网站 关于网站加载速度方面的事 我们下集再见